观众团周会过来晚 观众朋友们午安 我是奥国珠 那么九合一的年底的选举呢 哇今天到进入到倒数89天 那么今天开始进行的是 参选人的登记 9月1号到9月5号 一共有五天 那么今年算是十无前例 要选出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名的 地方公职人员 人真的非常非常之多 要选出一万多人 可见参选人恐怕会更多好几倍 但最受瞩目当然还是首都 台北市长之战 那么台湾团团 今天带大家看到最新的民调 这份民调要告诉你的是 在神父熊正式退出之后 连胜文依旧输柯文哲 有7.8个百分点 但其实根据我们台湾团团 一直在做追踪 连续这三个月以来的民调 连克的差距 大概就在8%的上下 好那么柯文哲 能够打破首都 接下来是蓝大鱼绿的 这个长久以来的神话吗 那么今天这份民调 我们接下来继续 继续为大家做公布 当然好好的请现场的来宾 为大家做分析 台湾团团关心台湾 现场四位来宾 赶快为大家来先介绍 首先第一位从我的左手边起 来介绍的是 文化大学教授邱毅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第二位我们请到的是 这个前立法委员张硕文 大家好 好那在我的右手边 我们来看到的是 第一位请到的是 前民进党及立法委员郭正亮 大家好 好今天现场我们请到的 时事评论员是唐湘龙 大家好 好那关于北市 也就是首都的选情 那我们今天带您看到的 这则新闻 哎呀这是蓝军自己闹内讧吗 这几天这个周末在蓝绿 在吵的就是 连阵营跟柯正英在吵 就是关于 呃一兵 第一兵一馆要签到哪里去 好这个怎么个签法呢 现在是蓝军自己 非常有意见了 好呃这个有意见 是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 民调数字 在这两天出现 这样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不得而知 我们先来看看 对于连胜文 说一兵要签到南港 山珠窟这一带 呃南港内湖区的议员 今天出来开记者会 他们都无法接受 拜托拜托 不要把这个议题都要来南港 把我们的前功都尽弃了 千拜托万拜托 担心一兵签到自己的家园 北市南港旧庄里里长好无奈 但身边的国民党籍市议员 西里可更急了 自家参选了连胜文 提出一兵牵移山珠窟构想 选民连日炮轰 担心影响年底选情 不得不举棋 反对大棋 如果要丢到南港 就要跟我们南港内部的 你也先沟通 那事实上丢出来以后 你也不要整天在FB上放话 真的不好 选连胜文竞选总干事蔡震源 不负责任 连沟通都出了问题 一开始都没有跟我们沟通 到现在为止 也好像也还没有什么沟通 他有什么规划 应该先跟我们当地的 尤其党籍的议员 来做沟通 来做了解 顾伯伯姓劝劝连胜文 在民进党籍议员 强烈抗议之后 南英议员真的看不下去 话说的重也不是 轻也不是 就希望这证件能够重头 检讨再来 提出来以后 他们其实有一些 跟我们反映的意见 我们也持续在跟他们沟通 包括在市议员的部分 我们都私下有跟他做一些联系 蓝绿议员包夹 上下沟通 无限危机 一兵迁移政策掀起波澜 山珠库这坑 反倒让联盛文自己栽了进去 记者张凯拉 黄元渊 最后报道 好 来看到显然呢 国民党籍的南港 以及内湖区的议员们 刚才话都说的挺重的 那个居民强烈打电话来抗议 还有呢 这个连阵营似乎连自家人都不做沟通 所以今天看到最新的 在30号 29号 8月29号 30号所做的这份民调 那么联盛文呢 现在支持度37.2% 那么柯文哲55冲高到45.1% 这差距是7.8个百分点 那崔玉老师刚才我们聊到说 这跟您上礼拜看到的数字 大概是又多了将近两个百分点 拉锯又拉开将近两个百分点 那显然是现在港湖区的议员们 非常有意见 或是这个山珠库的事情 一并要签到这 反而让这边的港湖的选民们 在这里有了非常的反感 所以这个数字取了波澜 因为上个礼拜的民调 也是爱普罗公司做的 那现在所看到的民调 也是爱普罗公司做的 所以它有一个 就是撇除了机构效应之后 是可以做比较的 那上个礼拜的差距是6% 这个礼拜的差距增加到8% 虽然仍然在统计误差之内 可是我说过 因为它是同一个机构 所做的民调 所以它是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那为什么 差距会在一个礼拜里面变大呢 我估计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张写耀的事件 持续的发烧 张写耀事件持续的发烧 对蓝银的士气当然会影响 因为这个事件不是绿营所发动的 这个事件是蓝银的内部所形成的 所以到现在还是罗生门 那不管张写耀是不是有泄密 但是大家觉得说 至少现在马政府处理张写耀的问题 处理的是荒腔走板 所以当然会造成蓝银的整个的 对连胜文当然会食鱼之秧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跟连胜文要去找一个地点 找一个几公顷大的地方 来建子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或公营住宅是件好事 是符合居租正义的 但是你今天要放在一兵 然后把一兵牵走 那牵到哪里呢 牵到哪里谁当然都不愿意嘛 你即使说把现在的辛亥路的二兵 你把它给扩大 那辛亥路那边一样 他旁边的居民一样反对啊 那你现在说你要把它移到 这个南港的旧庄的山珠窟 那当地的里民 议员 市民 社区 当然反对嘛 这是必然的 那也就是说提出一个政策 政策这种东西 常常有人得利 有人受害 那这时候就必须要去做沟通 让这一个反对者能够适宜 或者你了解了反对者的意见之后 你会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出来 可能修正了你原来的构想 但是据我所了解啦 就是说议员啊 里长啊 事实上有沟通的并不多 那因为南港内府本来就是一个 在台北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嘛 那这个区域过去是难大于立 没有错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沟通的话 那来英的市议员这都不能去支持你啊 我支持你 我自己议员可能受到冲击啊 那我里长要选举啊 我里长也不能跑出来 盲目的去支持一个你提出的一个政策嘛 所以就事前一定要沟通 这个程序是非常重要的 马政府的民意支持度节节下滑 跟缺乏政策上沟通的能力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连送我们不能再犯下 跟马英九一样的一个问题啊 是 好 这个同样错误不能够再犯 包括刚才会老师简单分析两个原因 一个是张贤奥案 那一个大概就是这个 一兵要迁移到南港的山珠窟这边 为了让一兵这块地空出来 要盖所谓这租不卖的社会宅啊 居住阵营很重要 但是呢 为了这个居住阵营 现在引来一个新的一个民怨 这又该怎么办啊 我们就要同步我们请张委员 跟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接下来带你看这个民调的内文 里头的一个交叉分析看到没有错 再接下来我们看这张 来 我们讲不好看这张是 来 看到没有 南港跟内湖 书特多 南港跟内湖我们看到 联盛文在南港区得到支持度32.2% 但这个柯文哲57.5% 内湖区呢 联盛文34.9% 但柯文哲拿到48.4% 刚才邱玉老师有说到 这是原本蓝大于绿的区块 张委员 记得山珠窟的事情 记得一兵的迁移 现在比方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民调 我觉得说我上礼拜我在友台的时候 看到的民调是输13% 不同的结构做的 那我今天看起来是45比37 上礼拜我们是31 今天是37 我觉得说我们有进步 那对这个签一兵的事情 其实一个好的候选人 他要去看发现问题 正式问题 然后提出解决办法 这才是一个好的候选人 那连胜文他觉得说 我不管是一兵二兵 已经面临20年的问题 那大家都不愿意去碰触 那大家都知道说 一兵势必一定要签 那要签 是不是说好就地废除就好 不要签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一定得分 也不会去得罪南港 内湖文山都不会 那我们 现在面对的问题是20年 你已经是负荷量 没有办法承载 所以说你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影响最小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去做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人 提供这个建议说 是不是在山珠窟 这个南港山珠窟这个地方 那山珠窟这个地方 以前是这个垃圾厂 那当然在台北市政府 他也在去年跟前年 花了4亿 去把它做一个生态公园 大家都误以为 说我们去年前年才花4亿 现在又要在上面盖 报告大家 我们不可能这样子做 因为那有早气 我们还不能这样子做 我们是要在这个 就是生态公园的旁边那边 在里面一点 影响更小的地方 在那边找一个比较适当 影响最小的 那同样的 我们也要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一边或二边 都会面临到很多住户抗议说 我们这个交通问题 然后每天这样子让我们很不舒服 如果迁到南港山珠窟那个地方 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引到 从高速公路下去 是不会影响到居民的 这是一个有愿意面对 这个存在的问题的一个候选人 应该要有的责任嘛 那相对的 这个柯P阵营 他昨天提出说 我们要把这个松山机场废掉 松山机场废掉 足够把一兵二兵迁到松山机场 这是什么逻辑啊 松山机场要不要迁 这个问题你都在 跟姚文志在对打的时候 你已经在吐槽他 说这个鬼扯 那我们来看松山机场的问题 松山机场如果说一个首都城市 你要跟我们的机场 是没有在30分钟之内的一个车程 那我跟你讲 松山机场它必须要保留 而且我们的桃园机场 目前两条这个航道 两条航道 一条在维修 一条现在保持在用 第三条扩建还没开始 那我们的负荷量 有办法到桃园机场去吗 你还没有看清楚问题 你就要废掉松山机场 那这不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候选人 因为你看不到问题 然后看错问题 还用错方法要去解决 台北市存在的问题 这样子的问题 怎么让我们台北市民去认同呢 那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听到张伟这番说明 说是在那个山珠库生态公园以后 后头更加的不影响 总共有35公顷 更加不影响大家生活的那一块地 看能不能在那里 把一边给牵过去 那只是选项之一 选项之一 那但是显然 连正宁在这个消息暴露之前 并没有做好这样的说明 也没有做好这样的沟通 所以今天引来这样子的反弹 张委员为什么这样 你现在说得清楚 政策怎么不来说 其实我们 我们当然 一开始是觉得说一兵要牵 那就是不要对外说 这个要牵到哪里 因为候选人嘛 你不需要去得罪任何人 任何人你只要提出说 你要牵去那里 好今天柯文哲说 好关渡平原要牵去那边 我跟你讲看他敢不敢去 一定不敢去嘛 任何地方都是一样 那我绝对 我绝对可以体谅 我们党籍的这个议员 跟里长居民 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计划 是伤害最小 就是说他会有引到 不会经过部落 那当然对手 他一定是把你扩张到说 南港区 所以说民调会不会被影响 或许在那边的民调会被影响 不过如果说 我们把全台北市 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会是会被认同的 而且大家会看清楚 这柯P阵营它是一种偷机 偷机的行为 只是希望迎合这个 一般民众的声音 然后看到南港区的民众 他们在反对 然后他跳出来 就说说这样 可是你也要思考一下 不能乱说嘛 松山机场怎么能 拿一兵二兵合并放在那边呢 好所以说这个香榮 这两天的新闻就好玩 光是这个一兵二兵怎么个迁移 连一阵先说要迁到山珠窟 那但是呢 柯振颖这边也说到 要把那个松鸡给迁走 一兵二兵全部合并在这 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讲法 那当然在松山机场附近居民 现在没有人出来抗议了 那这反正蓝引人在这边先发难 这个议题两方的操作 是不是都不够不够漂亮 我是一兵一兵当时要签的 一兵所在的那个区块 它明明是台北市 现在已经很核心的区域 可是它却成为台北市核心区域当中的 低度发展区域 就是它的所有的商业跟住宅的机能 几乎都没有办法跟其他区域同步的发展 在那地方酝酿而生的是一个 坦白讲除了跟殡葬有关的行业之外 相对是残破的 那房价跟同一区 不要说跟大安这些地方比 跟同一区比 它就是大概会差个10万左右 那个其实差蛮多的 那一兵再加上台湾 我们的这种的殡葬的文化 在那个核心的区域里面 其实百亿兵已经非常不适合 虽然火化这些都已经移开了 可是它确实是应该要移走 那移走当然它总有一个地方要去啦 那你既然台北市的事情 你不可能在台北市以外解决 你终究是台北市的这些行政区 你要挑一个 能挑的其实并不多 那挑挑港湖 我觉得讲了 能把它讲细一点 既然已经开了口 讲细一点 我觉得是一个负责的态度 虽然一定会引起反弹 选前你一定也要 要付出一些的代价 不过这个也从两个面向来看 比如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在最新的民调里面 虽然从港湖的部分来看 港湖本来 我之前看到一些民调 港湖本来连送人表现都还不错 因为大家觉得说 会不会是因为蔡正元的关系 或什么原因 港湖本来就是蓝大于绿 那之前的民调 连送人表现不错 但这份民调当中看到 港湖的那个支持 都算不见了 我相信它已经有议题性的影响 但是你倒过来看 之前连送人表现 我觉得并不怎么样的 像是中山区 中山区上来了 中山区竟然是 所有的各区里面 表现最好的一个 那显示就这个议题 在要牵走一兵这件事情来讲 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讲 那真是大快的人心 你那个地方不动 不是我排不排斥 残的问题 而是那个地方不动 那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发展 好那你现在牵一兵是对的 我对牵一兵 我对就是说 连战阵营有意见 就连胜文阵营有意见 是说你一兵牵走之后 你说要盖青年小豪宅 我觉得那都是豪销的话 对于所有的都会区 如果你真的懂财经 如果你真的对于 就是说未来的市政的规划 你有一些比较大的愿景 你只要把那个地方 摆地图上面一看 你说在那地方 我要盖一批年轻人 可以住得起的房子 我觉得它将来只会 只会造成更多的资源的烂头 它不应该是这样子规划的 但是倒过来讲 我觉得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在拿松山机场 在做文章 我更不以为然 虽然松山机场 你从台北市 以及整个的北部 大都会区的板块来看 松山机场也卡在一个 很核心的区域 但是那个很核心的区域 你不能光从台北市看 这个区域多么的重要 而是从北台湾 整个北台湾的人口 占全台湾的45% 超过一千万 这个北台湾 从基隆 以南 新竹 以北 到宜兰在内 这个区块 你回头去看全世界 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大都会区 没有备用机场的 没有一个 我无法想象说 我今天松山机场 因为我已经有了桃源机场 所以我不要松山机场 没有一个备用机场 没有一个市区的小型机场 作为区间式的这样子 一个客机的通勤之用 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你要去做这种的文章 固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讨好 但是就像之前我在 我曾经访问过 交通部长叶匡时 我直接问他这个问题 就是说松山机场 有没有签建的可能 我认为他的回答 还是在谈态 他就说 很远很远的未来 他不敢讲 可是他说15年之内 是没有可能性的 那你要谈15年以后 你的任期最多8年而已 你要谈15年 15年之内 没有任何的可能 你光从过去6年里面 台湾在2013年跟2008年相比 全台湾光航班增加了将近7万班一年 7万班里面 有将近5万班是在桃园 松山分摊了1万多班 绝大部分都在这个 1000万人口的大都会区里面 如果你把那个拿掉了之后 这增加了1万多班要放哪里 想都无法想 是好所以这个一兵的问题 又现在又跨到松基 松山机场要不要来怎么样来处理 签件的问题 好这一头我一头脚在里头 那郭委员那一兵的问题 大家或许绿军柯振营觉得看到 那连胜文你们自家先乱 那挺好的 但是刚才张一文有讲到 柯振营讲到的说 那我们就把那个一二兵 通通给他放到松基这个位置好 松山机场给他牵走 所以呢 但是你们这个柯文哲之前 对于姚文正所提出这个证件 他当年是骂 当初是骂鬼扯 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信任柯批 虽然他的这个所谓的支持度 还是在领先群 但是领先群的过程当中 他不能随便乱讲 这个就是像硕文刚刚讲 我们对连的主张就比较清楚 那柯批的主张 也要让人家澄清一下 事实上在 他认为这个 比如说现在只有一条跑道 淘机现在只有一条跑道 你怎么可能迁呢 那比如说机场捷运也还没盖好 那甚至于他还提出说 可能要盖到第三航站的时候 那是不是全部迁 恐怕也是从缩小规模开始 事实上蔡正元自己选立委 都提过这种证件 他说到淡水那边 屁一个可以 就那个只是一个机场的登入口 这样而已 就是一样的逻辑 因为我选过中山区 一并要迁已经十几年了 这个历来市场都是这样主张的 我也这样主张 那一并 可是这个就是有时间的问题 比如说像硕文刚刚也承认 就是说 现在山珠窟有这个外沿道路的问题 那边交通真的不变 所以一定要盖一条外沿道路出来 那一样 那如果二宾可以慢慢的扩建 那搞不好一并根本就直接 让二宾消化掉就好了 因为如果你那个时间拉够长 二宾的扩建计划 跟你讲的那个山珠窟的外沿道路 搞不好时间差不多 我们有面对这个问题 那个二宾其实他的当地的租服是反对的 那边在增建 其实是偷偷增建 没有办法真的增建 可是那个地方绝对不可能签 因为火葬场在那边 对火葬场也在那边 所以这个到哪去都有这样的压力 都有声音 都会有这样的压力 但是它又是个不能不存在的需求 我同意他讲一兵要签 然后负责任的讲述要签到哪里 这个是负责的 这个我同意 选举是这样 选举有它的理想面 也有它的现实面 当然把话说得很清楚 是对的 但是问题面对争议的话题 有时候要懂得要闪躲 也就是说通常这样的一个高度争议性 这个问题 谁愿意把殡仪馆 签到你的社区里去呢 这是必然的事情 签到哪里都有人反对 我上次来说 二兵要扩大也有人反对 你要签到什么松山机场 也有人反对 那签到山珠窟也有人反对 所以一般来讲 选举的人 你就是提说你要建一个 社会住宅只住不卖 然后呢我可能会选择一个 一兵的这样一个地点 因为有两公顷多可以利用 它是个经济规模 但是至于这个要迁去哪里 就模模糊糊地讲 或者必须不难嘛 再研究就好了这样子的 这个其实是选举过程里面 不得不迁就的现实面 因为你一旦谈清楚的话 就会马上产生今天这样的情况 一个负责任的候选人 把话说得很清楚 你马上反而引起了争议 尤其是现在89天 正是国民党要启动 所谓的组织战的开始 但你组织战要启动 你现在马上很重要的内湖南港区 就开始发生议员里长社区的理事长 开始出来持反对意见了 你怎么启动你的组织战呢 好那柯P的做法当然很不负责任啊 第一时间说 仁爱陆的空军总部 现在又说送差机场 乱点一通乱点鸳鸯一通 可是问题是 他讲得模模糊糊的 你找不到可以具体攻击的对象嘛 也不容易在地方社区里发现 所以呢他反而避过了 这是一个选举的现实面 听起来很不合理 听起来违反了我们民主制度 选前与人的一个原则 但是现实是如此 现实面不得不顾 我当然对于候选人啊 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讲话像唱歌一样 真的是我没有意见啦 反正在台湾的选举文化 可是我觉得连阵营 既然已经开了个头 点了个火 你就不要再闪躲了 你就认真面对这件事情 我就把我的想法讲白一点 大家讲得更套矩一点 一兵当然应该签 老实讲二兵也应该签啊 二兵那个地方适合放二兵吗 你今天其实如果你把一兵 签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其实你在为未来连二兵 都不可能留在那个地方 再做准备了 二兵那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发展 越来越快速的地方 它除了就在台大旁边 它除了是引道以外 那个地方的未来 二兵签走的时候 是极有想象空间的 所以你在签动一兵的同时 你要一并要思考长远的未来 殡仪馆以台湾的这种殡仗文化 以及对于殡仗的排斥 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 五年以后台湾的 台湾的每年出生的人数 跟死亡的人数会差不多 之后死亡人数就超过 老实讲台湾可能需要殡仪馆 比需要学校更迫切 那如何把殡仗搞好 其实地方政府应该要负责面对的 那你既然有可能当选市长 我觉得你态度就诚诚恳一点 你就很老实的告诉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的平均寿命很高 对了80岁 你早晚有一天你又用得到了 用得到一兵要牵走 二兵那个地方 以你对那个地方 整个地图上面的基本的了解 二兵在那个地方早晚 也一样是不是不够用 他也必须要牵移 你新牵的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更长远解决台北市 或者说30年到50年左右的需求 双北合并 那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考量 如果说双北合并 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但是眼前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解决台北未来30年到50年 殡葬的需求 一兵二兵要一并考量 是好 所以说这个候选人 参选人有没有一定的远见 那么刚刚讲说 后来或许邱老师觉得 这是一个选举的技巧的产线 但在这边也看出 两组候选人的个性 性格跟策略 一个比较尖 一个比较老实 所以说观众朋友 或是所有的选民 你怎么样去做选择 好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带您看 那连胜文跟柯文哲的一个 这个民调的趋势 我们待会继续带大家来看 但现在来看好度 柯文哲也是赢连胜文 89天连胜文如何突围 我们待会回来